你沒有口齒 屌你老母在一次不忠也百次不勇 屬於永遠都是這樣 十次 然後永遠用回我們的招數 屌你老母 然後逮捕別人 各位網友 我當然要吃生蠔時間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有三盒在 OK 因為我們其實翻貨幾百盒裡面 一定要鬆一點 這個生蠔 坊間很多人說 給你買得貴 第一貴買貴賣第二 我跟大家說 我那一隻 吃過網友就知道了 它其實有兩隻的 我真的不敢跟你說這門生意 這門生意 我們是大莊 我老友是大莊 早就有通知我講 但我一向對這些 不連學的生蠔很懷疑 但外面是買到行兵陷入的 OK 它是500克或者120克一包 我其實也曾經想想過 120克回來 但免得這麼用 為什麼呢 數量沒有那麼多 因為500克 它是由十多二十隻 到那幾隻不等 怎樣分呢 阿東 你做主事 最小的 當然沒有那麼過癮 很大隻 又很噁心 因為很柔滑 所以 其實 它同一個牌子的生蠔 你們看不出 我看得出 是有大中小分 最貴的那隻 當然大中小分 其實也差很少錢 我不明白那些人為什麼要買 是很便宜的 可能我燒到火我就不覺得 我就是買到最高級的 這個星期一樣是星期五來 但我不特別推薦的 即是你們訂多少 我就拿多少 我都免得再推薦 因為我只剩下三盒 過了這個日期 他推薦你 要煮熟 我們就煮熟 明天後日早點煮熟 還可以吃刺身 我們看看 其實我們收了超過十幾十個網友 昨天甚至乎我們在結他班 亦都開了一盒 給同學吃 我們看看網友 我看一張圖 這個是我們的網友 Jack陳小姐 貝利哥 多謝你的開心分享 昨天我女兒吃了十隻 說很喜歡 再加上之前的羅宋湯 暖夏胃 很棒 好 回來 其實不止一幅 我免得CAP 另外我們播一條聲給大家聽 Brian Lo說 超棒 大聲點 你真是說錯 不是指手 酒店的水準 是比酒店的水準強 是沒吃過這麼棒的生蠔 大小剛剛好 一口一隻 因為太大隻會很膩 這隻很棒 我吃了十隻 我搶就不斷搶 三個人不斷搶 很棒 回到阿東 讓你吃街試一下 今天星期訂貨 8481079 因為我來貨便宜了 因為快要來 去到四月而已 四月就沒有了 很貴 一口霸 我今次 就是訂 278 278 278 上次338 因為我來貨便宜了 我便宜了 來貨貴 我便宜了 278 是最好的尺寸 我們又試一下 當然啦 阿力阿你你這麼喜歡吃的一定要吃 我自己就 我自己是沒有準備 我拿給你 我自己是沒有準備 沒有準備是不是很香 聞到的蠔味 我就沒有準備那個 你也不用再烘 你這樣一腿也會聞到 我呢 沒有準備檸檬汁和辣椒 不需要直接 我多拿給我來 我也要的 OK 是啊 你先給你吃吧 請用請享用 請享用請享用 你們也要吃的 叫阿張鵝來吃 我老婆最喜歡吃蠔 是呀 嘩 這個尺寸 是啊 最棒的尺寸 大家看看 是這樣的尺寸 不大不小 就是這個 中至大的 這樣的尺寸 怎麼小 其實應該就我得 點 檸檬汁 檸檬汁 這個 Tabasco 是啊 OK 棒 是不是怎麼樣 很棒 那天在外面光顧開 那一款也很棒 價錢可以告訴大家 我知道多少錢回來 如果買到2005 那些一定是小或者大 這一款 其實是有原因的 大小尺寸當然是有原因的 不然你不如吃蠔仔粥 我先試一款 我想說質素 質素 非常之高 怎樣高呢 它吃下去的食味 其實 其實是一款 你幻想一款 真是新鮮的 大的廣島蠔的蠔味 很有日本蠔的質素 就是那種味道 蠔味很濃 拿來的忍不住又來 還有那個後撞力非常好 那個after taste 很難 我自己本身經常去日本 我經常去日本蠔 但是我經常覺得日本蠔沒有什麼味道 但是這次這隻就很好吃 沒錯 繼續吧 不要客氣 各位網友 如果 還有 他煮熟也很好吃 你一會兒拿一盒 阿東 你回去 你試試用薑蔥蠔 薑蔥蠔 煎蠔 因為很多蠔會縮的 是 他不縮的 很神奇的 很好吃的 真是正 各位 如果要訂的 一樣是今星期六拿貨 今次 278 你也該想到懶了 吃完這個三月 總之8481079 8481079 蠔味很 很濃 我們叫after taste很強 真是真是 這隻 隨便你落水後皮 買一瓶清酒 塵一塵 一流 真是一流 你其實用白酒焗蠔可以嗎 不一定需要這樣做 因為它反而浪費 這些可以生死 這些真的可以生死 但是過了今天就不行了 過了今天 其實也可能沒事的 但是無謂博 寧願 還有它方便 可以放在下面那一架 今後日我們都照常營業的 雖然我不在 大家一樣可以上來買東西 記住我上來訂生蠔 OK 還有零紙包紙 原來我的舊包裝 我真的不用印盒 我又說不斷買 不一樣 不過我賣得不太過癮 沒那麼英俊 我今天就添置了一個雪櫃 價值7800元 一個18度的硬櫃 一會兒就說水王擺好了 負18度 負18度 但是就歪了 那時候 做完節目 我也要看看 如何夾手夾腳 因為它還沒得多重要 像是斜塔一樣 真是不笨蛋 雖然是很穩陣的 但是真是不笨蛋 我真是不能接受 一會兒我們夾手夾腳 如何弄了它之後 那麼 這個星期 我看看是否能說到 我看看是否能說到 有興趣可以買一盒來試試 我跟大家說 吃過的朋友就知道 當然是一級一的水準 是什麼水準 就是富林飯店的水準 是什麼食材 就是那些食材 是吧 大家 以後上來給你頻道的時候 就會多些選擇 當然有朋友叫我買牛扒 其實買什麼都行 但是我不想那麼行 一定是 最重要行行也不要緊 譬如山河也會行 質素要好 始終最後 就是 做食品最重要是 最重要是出品 因為我常常說 我不會比人便宜 外面鬥到幾個百分之都賺 我當然不會做一些事情 我整天要養個台 好像我以前做盤菜 你要賺很多都可以 但是問題是 做飲食 做食物 你總之也有一個數 要一個平衡 我不喜歡做 我從小到大都是 做死自己行死隔壁的數 我生意我不會做 誰都會說 他很好 因為香港人很多時候 特別在過二三十年 不如又順便說 既然有幾分鐘 因為 我們是很難 自己構成一種貨品 出來的 OK 其實 食品上 你是有可能 比如阿東 他有自己的手藝 他的手藝高不高 合不合你口味 就後話了 那麼很多時候 我們做生意 就會賣 一些service 一些產品 而那個service 或者產品 都是別人有競爭對手 去競爭 你說到什麼營銷 什麼東西都好 讀七個NBA都好 其實最後最直接的 我跟大家說 這個包裝是那個價錢 和那個包裝 包裝是整個 Marketing那一件很難的 一件事 OK 甚至乎有時候去到這樣 即使你的包裝 image是多高級 例如Alria一個袋 普通袋一個袋 最後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在價錢著墨 特別是你賣的東西 原來是一模一樣 譬如 出錢去丁 香港版 你賣三個半 我賣三個八 就是三個半贏 有時候當然你考慮地區因素 但是香港人最直接 就是去割喉 而在過去香港人做生意 很多時候他們著重 cash flow 比GP的毛利利潤 為什麼 因為 迫到過來的 出糧 交租 交租 現實 找貨款 是令到你 還說 profit cash 要cash 所以你們有時候 看到別人要買便宜的東西 你不要想著別人一定是 賺多而已 怎麼會有虧 因為我們做生意就知道 急起上來 10元回來 賣8元 走吧 阿斯蘭是不是要全部 我都拿去 我要那個cash 為什麼 後面門口的人 拿著單單去找數 我告訴你 香港地區真的是六成人 這樣做生意 六成 過分 在很多時候 在很多時候 譬如 古樓齊旺 因為你這樣做生意 cash夠大的時候 你可以拿個cash 這個是過去了 尤其是 現在行不行 現在也可以 但是危險風險很大 拿些cash 以前怎樣呢 拿cash回來 炒樓 說高息 以前高息 80年代 八九十年代 拿去種錢 他去炒樓 炒股票 或者種錢 是cover到的 甚至乎上個位 因為你沒事 數期 永遠在這裏 第一現在沒有什麼數期 大家不相信你 第二 你現在的投資工具 老實說很專業 不斷天天監視 你也可能會 哪晚呢 何況你還在找門口生意 好了 你說不是 你在那邊 你說 如果你要監視 你門口當生意 就做不了了 你也不會看到 你可以套到什麼cash 因為門口生意 每一天都是 出現不同的客人 貨品 各方面的問題 是讓你解決 你是不能專注在其他東西 所以呢 基本上你一賣行貨 如果呢 其實你的競生力是很低的 你就只能夠 航貨的意思是人有利有的東西 你就只能夠 在服務上說 我是很幸運的 我是很幸運的 為什麼呢 第一我真的選擇好的產品 第二 網友給面子 大家都買一隻龍蝦美 你啤梨油不是特別便宜 我不會貴 但我不會便宜 我寧願給你 光顧你 那就多謝大家給面子 所以呢 如果大家現在要做生意 其實 真的不是沒有 可以做的生意 在香港 問題是 你的性格又適不適合呢 你讓我再說多一次 現在這個時候 假若你沒有東西想 又有錢 想著開餐廳 你真的不好 真的不好 你寧願短期租約 最好每個月清 每個星期清 拿一套 差點說 落垃圾下來 即是叫做私物佬 你反而找到一口 捉水 這口捉水 一個月十多二十萬元 這口捉水 在未來 我應該說一下 雖然土地跟你有些衝突 未來 在四至五月 即現在正在打 因為在四至五月 我會和我弟弟合作 現在鄭仲宣佈 我將會和我弟弟合作 小弟合作 以前上市公司8297個老闆 合作會搞一個 直播銷售的網站 這個直播銷售網站 其實就是賣的 是人人可以開店 在那裡賣的 其實他買了一個 類似國內拼多多 淘寶 那類電腦的環境 就會推出一種程式 這個程式不說得住 那程式是有直播體 即直播是賣東西的 不斷帶貨銷售 亦同時是一個網店 很多不同的東西賣 無論由飲食凍肉 到家庭用品 到生活小品 是一間大商場 如果你有錢 我們有一個技術 就是人人開店 即是人人都開店 我們有很多貨 供給你 你拿貨你自己去 你自己去賣 或者你有貨 你想入什麼貨 在我那裡開網店 即我們有 配套宣傳 有銷售人 幫你去帶貨 幫你去做 拉扶 即是有這樣的概念 可能遲些我和老啤 老啤都沒有聽過 我和老啤研究一下 有什麼東西 大家可以聯繫一起賣 我不用研究了 不過聊聊聊 聊聊聊聊 大家交換一下意見 首先第一件事先搞 因為我聽你搞很多東西 都沒有什麼東西出來 這個不是我搞的 所以在搞 這樣會比較好 我認為什麼東西都假的 在世界上 就是做和說 所以我不聽 人們拿一些項目來 你不要說 先做了 有一個東西出來 我從十歲 我從十多歲開始 因為我太多想法去銷售 為什麼每個人都禁止我呢 到後來我做生意 就是我不會銷售人 我就嚇了一件東西出來 就每個人都給錢 心不在意 那個雪櫃這樣歪了 我很懷疑不著 因為我真的很懷疑執著 我不行 你人是這樣 我告訴你 在我的性格我寧願丟掉 我看得出來 真的看得出來 這些私底下大家不知道 我告訴你 啤梨一個人很認真 我剛才還問他 這樣我真的不行 我剛才還問他是不是處女座 應該不是 我不是 他是那些東西 歪了 擺得不認真 他是不認真 我整個心都不認真 很不舒服 所以大家如果來過 啤梨晚到的 知道那些貨物擺得很整齊 我真的不行 你說 如果這樣都行 我真的接受不了 我寧願丟掉那個櫃 這些事我也要學 好呀